英国原定在31号脱离欧盟 但是因为脱欧协议迟迟无法通过 而被迫展颜脱欧期限到明年1月31号 对于英国无法在10月31号脱欧 英国首相约翰逊感到非常沮丧 不过他强调脱欧协议已经准备就绪 如果选民在大选时投他一票 那么脱欧程序就能够在明年1月完成 约翰逊形容他们已经为协议准备好微波炉 只要在12月12号大选后 这个协议将放入微波炉就会完成 约翰逊也说英国国会不会投票支持脱欧 因为大多数人基本上反对脱欧 所以他们会设法扰乱整个过程 有分析指出 如果保守党能在大选中获胜 英国有望在明年1月31号前如期脱欧 相反的如果无法获得胜利 那么脱欧事宜可能又要被迫延迟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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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